好 歡迎你回到 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這個階段我們請到兩位 講者跟我們一起評論 首先是立委陳玉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接下來是時事評論員毛佳慶 前者好 各位觀眾好 是 我們知道最近 陳玉珍委員就比較忙 所以剛才有一點那個 突然有一點燉爹這樣子 不過講到燉爹這件事情 昨天晚上的一件大事 讓很多人都燉爹 甚至很多人驚嚇或是害怕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激烈的手段 昨天傍晚有一名70歲的老翁 用比較激烈的手段 他抗議什麼 他抗議台灣的言論自由已死 還有另外他還抗議說 不希望政府進來有毒的萊豬 所以這個激烈手段一出現 其實老實說大家真的都嚇到 我們自己新聞工作者 看到的畫面都覺得不敢再不忍足 昨天晚上就揪心到現在的一個 最新最勁爆的一個議題 因為他畢竟用的手段是激烈的 當然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在理性的方面 盡量去表達 不過你不得也不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是什麼樣的政府 會把人民逼成這樣子 當這個民眾要以激烈的手段 去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然後去說他是挺新聞自由 而挺中天被關台這個事情 還交代他女兒記得有毒的豬 豬有毒不要吃的這個東西 然後人民的所有的思緒 其實同一個時間會引上來 因為大家都有一樣的想法 就是說曾幾何時我們以為說 自由呼吸的空氣 好像是與生俱來的 但是現在每個人都必須去 面對的就是說 你的言論跟你認為 好像很合理很正常的新聞自由 現在似乎不是這麼廉價的了 韓國瑜講這個話 人民血淚的聲音 你聽見了嗎 你是誰 這一位 蔡總統 最會溝通的蔡政府 他說他是最顧主權 最會溝通 那這兩個東西連在一起 又加上說 現在人民用血淚來控訴 那這個血淚控訴的聲音 他到底聽見了沒有 這一篇他的臉書上面寫的是說 韓國瑜想要呼籲執政黨 現在全台灣的百姓 因為失去言論自由而民運沸騰 執政者居上位 我們特別highline起來的這一句 執政者居上位 應該想的是如何傾聽人民的聲音 如何將權力用在對的地方 是 你還要繼續傲慢下去嗎 我覺得傲慢的是政府 尤其是最近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的所作所為 其實你很難不把它想像成傲慢 權力難道真的帶來傲慢嗎 我們問一下我們的陳委員 你覺得政府聽得見嗎 像這樣的血淚控訴 我覺得這個政府已經 不但是瞎了也是龍了 尤其最近以來 我們看到這個我做的這個紙板 現在都是這樣子叫做 順輸者昌逆輸者查 從最近種種的事件 新聞台的被關台 然後到了這個 昨天這個信工漏品廠的被查查 然後被馬上的消防檢查 這個一切一切都看出來 這個政府已經聽不見人民的聲音了 所以像昨天這樣激烈的行為 我們也要呼籲大家千萬不要 我要跟大眾呼籲 我要跟社會大眾呼籲 我覺得這個政府真的不值得你這樣做 所以大家事實上應該要靜下心來 繼續團結大家的力量 只有有健康的身體 然後有清楚的思慮 大家團結才有力氣 才有力氣 到了投票的那一天 板倒這個不民主的政府 我們要用民主的手段來改變現狀 如果你對現狀不滿意的話 你要把你的力氣留下來 要注意你的身體健康 尤其是心情 我覺得心情非常重要 大家要保持樂觀的心情 千千萬萬不要做出傻事 不過我們必須講 政府到底有沒有停進去 看起來是沒有 他的力氣都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他是不是還在控管言論自由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圖 請導播跟我們下一張CG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難道台灣要走回頭路嗎 要禁書 要禁歌 要禁傳媒嗎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新聞 可能不是很多人有注意到 這是一本童書 大家可以看到 寫著等爸爸回家 這是對岸的作者 對岸的出版社出的一本童書 那我們的出版商 也把他引進到台灣來了 可是最近有一些立法委員 他們就民意代表 聯手開的記者會說 抓到了 這是對岸的讀書 有讀的讀 千千萬萬不能讓小朋友 看到這種人輸 必須立刻下架 其實我覺得 看起來是相當諷刺 又我不曉得怎麼樣去 在大腦裡面給大家上枷鎖 跟靠起來的那種行為 因為比如說像玉珍 他自己是學文學出身的 文字域這種東西 你是不能搞的 秦始皇當年極權統一在手上 焚書坑儒的結果是 越焚越多書 越坑越多儒 這個東西你做了洪水猛獸 你是在自取滅亡的一個事情 怎麼會今天號稱 民主進步的一個執政黨 來回頭幹這種事情 是 其實嘉慶我真的覺得 非常的不理解 所以我自己也去找來看 我就覺得這個 他的內容是描述什麼 可能跟觀眾朋友 稍微解釋一下 他講的是在COVID-19的期間 因為你知道大家在武漢那時候 整個病毒散發出來 有很多的醫護人員 護士 他們可能必須留在醫院 像台灣一樣 如果說發生像之前的SARS 大家就是醫護人員非常辛苦 日以忌夜必須在醫院裡面工作 那個時候他們的小孩就在家裡面 可能有爸爸或是媽媽 就是另一半在家裡陪伴 他們很希望爸爸可以回來 所以這一部童書講的是什麼 說等爸爸回家 我就想到我小時候 可能有學到一個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那時候講的是爸爸是漁夫 那這個是講說對岸 我覺得這是全世界共同的情感 這個小朋友 他爸爸可能是醫生 他在武漢的某一家醫院工作 他說希望等爸爸回來 爸爸加油 你是最好的爸爸 我等你回家 而且他全部都把它改成繁體字 他描述的應該是全球 全世界大家共同的情感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被封 或是被查或是被禁 是不是也符合我們台灣 自由或是民主的價值 這個我覺得如果用在現在 你說它是麥卡錡主義復辟 我想一點都不過分 而且這個玩得太過火了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 身為一個先進國家 民主自由國家該有的基本自信心 說句白的 我們不統戰他就很害怕 還怕人家來統戰我們 他們是赤色鐵木的思想 不是嗎 對 你先定義好 你自己看待對方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地區 如果我們是自由的燈塔 他又是最會溝通的總統 我們不去統戰就很害怕 你怎麼還怕他來洗腦我們 陳庭妃委員 他的妹妹陳怡君議員 加在一起 他們兩個真的是姐妹 對 然後加在一起 現在要搞 連書都要貼標籤 這個貼標籤搞出來的結果是 你有言論自由 你有新聞自由 是誰給 警總給的新聞自由 不過我們要公平一點 我們要平衡一下 陳庭妃委員是怎麼講 他說這個繪本的內容 在幫中國加油 幫武漢加油 可是這是小朋友讀的 他年紀這麼小 沒有辦法分辨對錯 因為中國很邪惡你知道嗎 另外陳怡君妹妹她是說 這本書在台灣出版 可是她沒有向文化部申請 如果用法來說 這個我比較同意 而且出版社是中國2019年 紅毒計畫的單位 這個是在灌輸政治思想統戰 委員 我覺得這個政府 他們會這樣講 就表示他們對台灣的民主自由 民主制度非常的沒有自信 是一個很沒有自信的說法 我們自己台灣人民在社會裡面這樣 我們覺得說 我們從小到大接受這種民主思想 我們喜歡我們這個制度 怎麼可能會因為你看了一本書 或者小孩子看了一本書 他的思想就會轉變說 我就是要去不同的這個制度生活 這個一脈相承這樣 一路這樣一直出來 他們做的是什麼事情 前一陣子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逢中必返 我們那陣子不再說只要有中字的 比如說陳時中要改叫陳 陳時台 那前一陣子不是才發生過嗎 對 然後再往前一陣子 最近一陣子 您知道那個有一個軍隊叫招嗎 有嗎 有那個新聞嗎 靖歌是不是 夜襲這首歌不能唱 因為他就是曾經是 韓國瑜的靖選人 對不起 妳在講是靖子唱這首歌 不是那個靖歌熱舞的靖歌 靖歌 靖子的靖 在這裡來 我們導播讓我們看一下靖歌 這個剛才童書是靖書 靖歌 靖傳媒就是可能就是 不是那個靖傳媒 是中天五十二台的意思 對 那靖歌的部分 我們大家可能 觀眾朋友還有印象 在2018年的時候 因為韓國瑜競選的時候 他在這個競選的場合 一直在唱這個 夜襲 我們是不是有準備這首歌 讓大家聽一下 好 這個本來好像在軍中 因為我沒有當過兵 可是我聽說在軍中 本來就是一首愛國歌曲 因為讓人家熱血沸騰 可是不行 韓國瑜唱過了 這樣不行 他們說那時候教招的時候 有軍歌比賽 然後有教招的某一個隊伍 對 就說 那我們來唱夜襲 然後上面就說 先不要 先賣 因為這個東西政治敏感 所以我們不要 可是後來我們去求證國防部 他說沒有這件事情 他說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部隊長官 自己這樣子傳謀 善意提醒 善意提醒 這個跟雲林的豬榮 要到秋豆來遊行 警政署說 去他家裡問 他說我是善意提醒 不是茶水錶 不是 我是善意 我們問他說 你是善意要一路 把他從雲林保護 一路保護 善意保護到台北嗎 現在政府做這些事情 都問過是非 明明就是故意的 然後就說我是善意 我是醋意善意 然後不只這件事情 你看 我之前在那個 他們在關中天的時候 我們就在說 現在政府拿照你手中的遙控器 改天會不會決定 你不能唱什麼歌 不能看什麼書 結果不幸原中 不小心這個政府竟然都 你預言講中了 我覺得其實這是很令人難過 很令人悲傷的一件事情 這是非常 這走民主的倒退路 非常不應該 有沒有可能改天 我看紅色的比以後 大家不要拿來用 紅色 有逢紅必反 改天會不會說 你這個人不能參加選舉 不過我們現在講的 雖然是用輕鬆的方式來講 我們心情是真的是滿沉重的 我們希望不要走到這一波 而且我們是以人權 我們是以民主立國 怎麼會走回頭路 如果說把一些全世界的感情 把它分化成這樣 中國或者中共 你也對這個政權 我們跟它有敵對 這個我同意 可是人民的情感 應該是相通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這是發生在11月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科研船 就是一個海上的研究船 有六位的 有四位的科研潛水員 他在澎湖外海 因為遇難 有些失事 那他在海上載浮載沉的時候 已經漂流了6到7個小時 大家要知道 海上的溫度是非常的低 這時候求救無門的時候 剛好有一艘大陸漁船經過 然後他們就趕快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他們就SOS 求救 求救 大陸漁船說 趕快上來取暖 這件事情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 因為只有聯合報紐漏 就聯合報獨家 就像這樣溫馨的情感 過去可能大家都會報到 可是因為現在試射中國 中國漁船 大陸漁船 很敏感 因為大陸漁船不是說 你這是民兵 大陸漁船 鐵殼船 該死 所以這個新聞 其實披露得非常少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樣子的溫馨的事情 我們現在都盡量不報導 或是盡量不要讓人民知道嗎 我們就是要用仇恨 來代替友愛嗎